137 澳門日報 三年舊三百落水者瑞景如暑假防清少年怨戟 2015年7月12日拓問A06廣州水警透露 夏季廣州落水,戟水景情大幅上升太小 今年第二季度受理79宗市民落水景情,舊起22名落水市民 垂水景再次呼籲,廣州夏季涉水安全問題突出,特別是暑假青少年涉水安全應重視 垂水景透露,近年廣州水景平均每年都夠起接近100名落水市民 據統計2012年至2014年廣州公安水上分局累計夠起298名落水市民 上半年已夠起40名落水市民,分析表明,廣州落水者中男性佔六成五,女性佔三成五 其中有四成因為輕生自殺落水,一成八因游泳遇險,一成五因不慎失足落水,一成二因醉酒落水,一成五因其他原因落水 位於廣州中心區的珠江河段即人民橋以東至東普大橋以西水域 是廣州落水景情的多發區,佔總落水景情的七成三 州頭咀公園對出水域,西堤親水平台對出水域,沿江路酒吧街對出水域和中大碼頭對出水域都是景情集中多發點 水情複雜而願意根據廣州落水景情發生的時段分析顯示,每天零時至凌晨一時,下午四時至五時,傍晚的六時至八時,以及晚上九時到十時 都是廣州市民意外落水景情的高發時段 廣州水景指出,下季順期期間珠江廣州河段潮水、洪水雙運,兩股力量對沖令水流流泰十分複雜 若遇到上游洪水、颱風、天文等因素,水位、水流速度還會相應地受到影響 雖然珠江表面看似平靜,水底卻隱流泉急,水文十分複雜 廣州地處領南水鄉,成郊山堂、水潭、水庫較多 由永遠歷歷年突出,尤其是暑假期間涉及學生 青少年怨歷事件每年都有發生,下季涉水安全市民特別是中小學生家長應重視 五少年同事怨歷例如去年八月在白雲區人和鎮的流溪河水域發生 一起吾名少年夏河游泳遠歷的悲劇 今年5月29日,去年出事的人和鎮流溪河的一河段 由七名男青年相約到河裡游泳,其中兩人遠歷失蹤 後水警蛙人在附近水域撈起遠歷者屍體 近年廣州水警推進水上救援機制建設 一時組建起一至六十人的專業救生員隊伍 二時圓線江面的視頻監控系統建設 實時對江面監控,及時發現珠江兩岸涉水險情和隱患 三時圓線水上救助警務機制,快速出境 結合水上視頻監控系統、船艇系統和 警用地理系統可視法指揮快速發現目標 珠江防範水以外四時加強裝備建設和 擦警游泳、駕駛等技能的培訓,提高救助裝備保障和民警的業務技能 五市協調廣州市水務局等在珠江兩岸安裝救生梯、救生箱等設施 同時在珠江兩岸設置了警示牌,提醒市民注意淋水安全 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。 十八年